嗨,欢迎回到啾啾的频道 那如果说2023年是AI元年的话 2024年可能就是AI机器人元年 因为现在AI不止可以帮我们写诗画画唱歌了 终于可以做家务了 我昨天看到这个机器人的时候真的是超级兴奋了 因为很快我们就不用请阿姨了 要知道在美国请一个月扫可能要一万多美金一个月啊 那这台机器人的造价大概也就在三万美金左右 这台机器的名字叫做Mobile Aloha 移动 Aloha 它能够完成复杂的移动操作任务 就好像倒油啊炒虾啊 把虾倒到碗里面呢 还可以按电梯 这台机器虽然看上去非常简陋 就上面来了一个笔记本电脑 然后有两个机器手臂 而且这两个机器手臂呢 还不是说有爪子哦 它只是像两个螃蟹的钳子一样 还可以跟人high five 现在也可以帮我们洗完了 它把椅子推进去的这个动作呢 头三个椅子是人类培训的 那后两个椅子呢 是它自己根据机器学习完之后 自己做的 它还能打开橱柜 把一个三磅的锅精准地放在这个柜子里面 再把柜子门关上 他们的GitHub网站叫做 MobileAlohaGitHub.io 那开发者主要有三位 一个是姿彭富 Tony Zhao和Chelsea Finn 是斯坦佛的博士生和导师 这个项目也同时得到了 Boston Dynamic 人工智能研究所 和ONR的拨款 这三位开发者 同时也是Google Demine的成员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简介啊 它就是说 每一项任务呢 先是由人类进行50次的演示 协同训练 然后它自己就能做这个事情 而且成功率能够高达90% 也就是说 10次里面可能有一次没有办法完成 那这个MobileAloha呢 是完全自主完成复杂的移动操作任务啊 他们还把这个机器人带回家 挑战每天要做的家务 比如说浇花 把自行车放在对的地方 还有吸尘 煮咖啡 你看这个手臂多精准 这个比较搞笑啊 剃胡子 还有擦桌子 把洗碗机打开 把碗拿出来 落在一起 厉害的是这个锅盖 居然它会知道 翻过来 打开冰箱 从冰箱里面拿出 Ketchup 番茄酱 精准地打开盖子 挤在小碗里面 这样人呢 就可以直接吃薯条了 以后逗猫玩呢 都不用人了 直接拿这个机械手臂就行了 还可以倒垃圾 话说这垃圾桶也太满了吧 应该拿去倒了 这个机器人 还可以帮我们洗衣服 不得了啊 感觉我们人类能做的 它都能做的 就比如说打开 这么样一个袋子 然后拿一个 软啪啪的洗衣包出来 居然没有挤破哦 它还能拧开盖子 倒一些消毒的洗衣液进去 还能把盖子 精准地给盖回去 真的是能够帮我们 省不少事啊 我觉得它好像少了一步 因为应该要把这个 洗完的衣服 从洗衣机里面拿出来 然后放进干衣机里面 不知道这一步 是由人做的 还是机器做的 那更厉害的就是 哇 洗完床单之后呢 铺床都不用我们自己了 直接让机器 把这枕头套都给套起来了 要知道我们懒的时候呢 真的就是洗床单 洗枕头套 本来应该是一个礼拜洗一次嘛 有时候真的就是人太懒了 可能一个月才洗一次 有机器帮忙的话 可能就是天天可以洗枕头套了 然后把衣服挂起来 更厉害的是 它能够把拉链鬼对准了 然后拉上去 要知道有时候 我自己弄老半天都弄不了的 机器好像一下子就完成了 但是不知道 如果这个拉链卡住的话 它是不是也会卡住 它还会把它挂到衣柜里面去 帮我们折衣服 哇 这个简直不要太爽了 裤子折好之后 还能放进抽屉里面 虽然折的不是很整齐啊 还能开瓶盖 直接送给人喝 我们以后人类呢 就真的没啥事可以干了 连折被子 珍茶倒水 准备维他命或准备药 以后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因为都是机器帮你准备的 肯定不会错了 以后这个用处实在是太多了 还能帮忙盖被子 连关灯都不用自己关了 现在终于不是大叫有想法的 这种盖被子方法了 你看旁边这机器手臂多么的精准 绝对不会勒脖子了 这个机器人demo就更厉害了 它这次不是炒一只虾了 而是准备一餐饭 是三菜不同的 Cantonese meal 港式菜肴啊 哇蛋哈 滑蛋虾仁 这个敲蛋的动作也太精准了吧 不知道训练多少颗蛋才能达到这样子的精准 估计是浪费了不少鸡蛋的 然后煮虾仁 然后他们把虾捞出来 把金黄色的蛋液倒在平底锅里面 有些瑕疵啊 我们的窩黑呢 我们的中式炒锅在哪里 第二道菜 Pain sear chicken dye 干贝烧鸡 还是这个平底锅啊 这个平底锅就是没有窩黑的 作为华人还是看这个电磁炉 跟平底锅不太顺眼了 看到这个鸡 虽然它煎得挺金黄的 但是还是少了一点窩黑啊 尤其是要爆葱跟姜的时候 来加了瑶珠之后呢 加酱油 再把锅盖盖准了 这个时候Uncle Roger一定会说 Where is the king of flavor? MSG 有没有加味精 但看起来还是蛮好吃的 就是这个平底锅有点瑕疵 还可以加点葱花在上面啊 这个机器人没有偷工减料哦 第三道菜就是 Lettuce with oyster sauce 好要上锅 蚝油生菜啊 这个切菜的手法还是非常精准的 但是有没有洗菜呢 看到这里我觉得 我的小孩这一代呢 应该就不会再有会煮饭这么一说了 可能煮饭呢 全部都要交给机器人去做了 我们只负责吃就好了 他还会切蒜啊 要知道切蒜是超级臭的 就切完一次蒜之后呢 这个手可能会臭一个礼拜 以后这个工作都可以全部交给机器人做了 再看倒蚝油这个动作 其实是很有技术挑战性的哦 因为你不小心拍那个瓶子屁股可能大半瓶就被你倒出来了 那煮一餐饭可能是为了兴趣 但是天天煮饭 就是对人性的考验了 以后这种重复的动作全部都可以交给机器人 我们生活在加州的小伙伴呢 都知道这边的人工费用实在是超级高 那2024年的我们的奇葩州长纽森呢 就已经又通过了一个fast food worker 快餐店工人最低薪资 20美金一个小时 的一个奇葩政策啊 就是说如果你去fine dining 比如说那种高档的餐厅 他们没有这种最低薪资的要求 但是你去快餐店 那最简单的这种炒炒菜啊 Fullet Burger 就把这个盘宝翻来翻去的这种活呢 居然要20美金一小时 那我当时就在想啊 快餐店只会有三种结果 第一种就是加价 而且是大幅度的加价 因为之前的加州的薪资 大概快餐店是15美金一小时嘛 那等于说突然间涨了25% 那各种成本全部都上去了 就通货膨胀根本压不住啊 我们想吃个便宜的快餐呢都没门 第二种呢就是快餐店倒闭 批量的倒闭 那造成的结果呢就是 我们也没有便宜的快餐可以吃了 那第三种就是大量的机器人 取代人类 那加州的其实对这种小餐馆 非常不友好的 因为有各种各样的loss 有各种各样的法律诉讼 我们之前有一个朋友呢 是开了三个restaurant chain 就是快餐连锁店的 那他们就是几乎每个月 都有一个法律诉讼 各种各样奇葩的 你想都想不到的 很多都是被自己的员工告 那你想想就如果要请一个快餐店的员工的话呢 每天工作八小时 每周工作五天 每年工作五十二周 这还是全年无休的状况下呢 年薪就要四万一 那如果这一个机器人才三万多的话 那至少能取代一半的快餐店员工 我觉得啊说不定现在呢 开发者的邮箱里面呢 已经挤满了这种快餐店老板说 赶紧给我们来几个机器人 那相比之下 四万美金一年 还是三万块钱一个机器人 不用想啊 肯定就是机器人了 那第一就是机器人任劳任怨 你叫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第二 他不会像人类一样 会生病 会请假 会偷懒 第三个 他不需要健康保险 也不需要各种福利 第四 他不会告老板 要知道我们那个朋友啊 他后来是请了一个in-house的律师 也就是常驻律师 帮他们每个月去打这种各种各样的官司 而且一来一个官司的话呢 就几千美金就没有了 那如果有这种机器人的话 他的员工数量可能就减到最低 只需要一个员工去看着这些机器人犯错的话呢 只是需要帮他们清理一下 帮他们擦个屁股 未来已经来到我们面前了 这个机器人真的是啪啪打脸 加州州长纽森 他这个法律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助长这个机器人的发展 就逼的餐馆老板是完全没有的选择 一定是要选PC人 要不然结局就是倒闭或者是加加 或者是加加完不成功之后还是倒闭 他在他们的demo里面呢 也给大家演示了 这个机器人的操作 就是怎么样去培训呢 其实还是需要有人类的存在的 就是培训工作还是得靠人 后面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手臂 然后是人类在操控 前面的机器人是做跟他一模一样的动作 虽然50次类似的培训之后 当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成功率在90% 当然十次有一次是失败的 就像这个锅盖直接掉地上了 尤其是这个打鸡蛋的动作啊 你看看 一个不小心就把这个蛋给捏碎了 我觉得这应该是最有挑战性的工作了 整个蛋就掉下来了 然后炒蛋的时候 哎 flip不行 没接住 我突然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用平底锅跟电磁炉来做这个demo了 如果万一失败的话 清理实在太麻烦了 还有机器人抓不稳这个锅的问题 他这个机器手还有个小手套 估计是用来防滑的 还是得感谢这三位开发者啊 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我们终于可以做一无是处的人类了 以后就是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能有多懒就多懒 天天葛优堂 那看到他们在X发的post里面呢 就是这些机器人已经非常的 始终如一的执行这些任务了 就包括连续九次擦拭这个葡萄酒 就是在桌子上面的 还有连续五次呼叫电梯 还有在用柜子的时候呢 不被干扰 还有把没有训练过的那两把椅子呢 也跟训练过的椅子一样推进去 那他们还解释了说 为什么只用了50个演示 就能够实现这些目标 那他呢就说 the key is to co-train limitation learning algorithms with static aloha data 将模仿学习算法和静态 aloha数据 共同训练 那虽然挺奥口挺难懂 我的理解啊 就是no co-train 就是没有人类干预的 就是完全机器想出来的方法 和co-train也就是 人类教他 就是机器手臂在后面告诉他 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做 可能也能达成 那在50个演示之后 这个机器就可能学习了50个不同的方法 来做同一件事情 尤其是对精准操作要求比较高的任务 有人类的干预的话 学得更快 那还讲了 协同训练的三个好处 包括了他有很多的数据显示啊 就不同的工种 比如说擦酒杯 炒虾 洗盘子 用柜子 叫电梯 叫电梯提高的性能是特别显著啊 尤其是在按这个按钮 进入电梯 关键是这个项目是完全开源的 他把代码呢 都放在了GitHub的这个网站了 我等一下会把这个Twitter的链接呢 给大家放在描述栏 它是开源了Mobile Aloha的所有软件跟数据哈 他们还把这个硬件呢 也做了一个教学能够买到的部件 跟价格全部都列出来了 总共也就三万一千七百五十七块八毛六 而且还告诉你这些东西怎么样去搭建啊 就是如果厉害的小伙伴的话 对这个机器手有一定了解基础的话 真的是自己就可以搭建一个这样的东西 也就三万美金呢 自己DIY 要是我有时间的话 我也很想去学 怎么样去自己搭建一个 这个简直就是未来 只要是开源的项目 它会发展的非常快 那以后有可能啊 我觉得Tesla的Optimus 是真的有可能被这一台开源的机器被打败的 那Tesla的Optimus呢 虽然长得很像人 但是你叫它干这么多细的活呢 它未必能干得出来 那当然了在售价上面呢 马斯克是说 如果要卖的话 Optimus是两万 现在搭建这一台小机器的价格是三万一 但是我觉得啊 这些只要是量产的话 都可以把价格给调下来的 那关键是你会搭的话 现在就能用了 虽然是需要有一些3D打印的硬件啊 但这些都不是事儿 那这一代机器人呢 还是有一些问题 就是它的个头有点大 而且呢 它的手臂活动范围也不够广 那听说他们下一步就是要把这个机器体积变小 然后手臂可能加长 活动范围更大 哎呀 没有想到啊 Tesla的Optimus 被这一台不像人的机器人给打败了 那当然它也不是万能的 我们刚才看到的很多影片呢 都是在无数次的失败之后成功的片段啊 我们下期再见 虽然有那么多NG片段 但它只是2024年第一台爆火的机器人 左边这支影片是2023年我总结的10个AI工具 我天天都会用的 右边这支影片就是数字人 我觉得未来一定是数字人加机器结合的时代 中文字幕提供